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凯恩接受美国众议院议长以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委员会 中国委员会是关于审查中国调查中国一个政治性的委员会 一个风向标的委员会将来会出台一系列对中国的这个追查审查 一系列的法案 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主席叫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 这些人都是将来很可能将来会有非常大的前途 包括麦凯恩将来也有非常大的前途 新成立的这个国际委员会的这个叫加勒格尔还不到40岁 他他成为中国委员会审查中国调查中国追查中国的委员会主席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出台一系列对中国追查一系列对中国的法案政策 这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 是一个好消息叫正本清远 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种变化 是因为中国人这几十年的所作所为 特别是近三十年的所作所为 自作自受 特别麦凯恩 接受美国中院议长以后 推动阶级的脱离中国 撤离中国 推出中国 孤立中国 围剿中国 对中国来说 应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是好消息 中国人不是说要找谍人吗 找谍人在中国以前 张在中海在的时候 研究了 在中央电视台的事态研究探讨了四年 那四年说的是 找一个小的谍人 人家说你欺负别人 找一个大的谍人又吃不香 反复要一句又反复讨论了 在中央事态军事节目里面 反复讨论了四年 最终找到了谍人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的谍人 叫美帝国主义 那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谍人已经 已经也把你认定成谍人 美国有一句谍语 叫做你把我作为敌人 你注定是我的敌人 以前中国美国有一句谍语 也在中国圈讨论了差不多一两年 在中国词里面找不到对应的名词 叫做厉害攸关 中国词点里支点里没有这种对应名词 厉害攸关的什么意思 中国人自以于思考 后来工厂有一个假装的解释 把这个事情引到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他说叫利益攸关 不是这样的 叫厉害攸关 就是美国人要告诉中国人 你把我作为敌人 你要破坏失业程序 要与人类为提 你要考虑好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要考虑清楚 现在中国已经把美国直接挑战美国 直接要攻打美国 还要炸毁地球 那么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你想清楚没有 中国准备拿多少人来死 中国这个你们喜欢的你们吹捧的你们维富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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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那个伟大的帝国将来是不是还会存在 但愿会存在 甚至你存不存在 也跟我也没关系 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跟朋友们这个交流交流 让朋友们知道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不同的声音是为什么 不同的声音是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消息是站在国际的高度看全世界 得出来的结论 让朋友们有一个新的思考不要固化的思考不要固定的思维 中国人不同意那是可以的 这是自由 那不同意中美已经推到了战争的截限 那就在战场上说话战争的天平始终都是公平的 中国也有参考的依据 参考的意义是中国人几十年来也在催崇的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是中国人的父亲 俄罗斯是中国人的意义 中国人是俄罗斯的生子 那么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打得怎么样 开始大家都不承认认为几天都把乌克兰消灭了 现在差不多一年了结果如何 中国人当然也不知道 当然也不知道 你们慢慢知道你就知道 你自己中国这个土地的结局是什么 但是我做节目也意思了 其实普京还是有错误 不要与虚方对抗 直接把中国吞冰掉 直接把中国吃掉 那或许普京的结局 俄罗斯的结局会好一点 风筝 俄罗斯的结局可能再解体 再分离 中国如果有分离那一天 那是中国人的运气了 那是中国人的这个佛子 是中国人的这个上帝给你的恩赐 不是皇帝给你的恩赐 如果中国人有解体那一天的话 真的中国人算是 你叫做嘎里普德斯的权利子 上帝会不会跟你 机会 上帝会不会再跟你机会 结果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人自己回答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希望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